2018年还没过完呢,一件件的新闻事件不断的发生,西瓜多的让网友吃的都噎住了,尤其是娱乐圈的瓜,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。 李小鹿又上微博热搜网了,这次又爆出他和薛之谦交往的事,好像记得年初他也是因为出轨热搜了,之前和他好的那人,好像不是薛之谦吧,叫不勾吧。 李小鹿这坏男朋友的速度可真快呀,不过还有不少网友指出,李小鹿和薛之谦在一起,倒好像和普勾还保持联系的,看到这样的视频和图片的出现,网友表示我们的下巴都要掉到写方式上了,看到这些消息,不少网友开始心疼贾乃亮了,喊话亮哥坚持住,真是让人唏嘘不一样。 贾乃亮真是因为那句话,人在家中坐,绿帽天上来,从年头绿到年尾呀。 想想就窝心,怎么当初就摊上这么个女人了呢? 当初贾乃亮和李小鹿的婚礼可是版的风风火火的,二人也是非常幸福的一对,受到娱乐圈和很多网友的祝福,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 三口之家真的是很受人羡慕的,后来满满的他们家认识了一公这个人,这个人身上那种狂野和嘻哈的作风吸引了李小鹿,李小鹿身体里不安分的情感被叫动。 作为老实憨厚的贾乃亮来说,对于老婆的出轨气出一点都不知道,后来事情发假的一发不可收拾,于是两个人就离婚了。 贾乃亮现在陪着女儿两个人过,离婚事件刚刚淡了一些,李小鹿又蹦出来了,又和另外一个男人传出这么不堪入耳的事情。 这对贾乃亮来说又是一次伤害了,对于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女儿来说,在同龄小朋友面前更是抬不起头的。 别人一看到,她,都会在背后对她支支点点。 说她妈妈谁谁同时和几个男人有关系,这让小朋友以后怎么做人呢? 李小鹿只考虑了她自己,她不为贾乃亮考虑就算了,总要为孩子考虑考虑吧,做事情太幸福太放纵了。 虽然是成年人,又身处于乐圈,难免会有很多无奈之处。 但是只要自己洁身自好,有理性有原则的做人和工作,别人再怎么泼干水也无济于事。 现在好了,自己一个人开心了,让家人被别人支支点点,没有考虑过后果吗? 坏名声传得容易,以后再想洗白河就难了,一个成年人,又是一个职业女性了,却毫无羞耻心和自尊心。 不管以后如何,现在看来舆论是一边倒的骂你小鹿。 身为一介明星了,总要为喜欢你的粉丝负责吧,不要太放纵自己的情感。 要记得没有人能够在这社会上为所欲为,坚守自己的做人底线,多为自己的家人考虑考虑,且心且珍惜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